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米吾順車 今集這個真實個案是發生在我們師姐身上 一個她自己的親身經歷 在我分享她的親身經歷之前 大家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要怎樣? Like、訂閱和Share 最重要是按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我之後的任何一條影片 或者直播了 形歸正傳 究竟師姐經歷了什麼事情? 話說從前師姐和她先生夫妻 都是一個很有拼搏精神 很用心做事很勤力的人 兩個有一個小朋友 生活公一份婆一份 算是一個小康之家 又不需要很優彩優米 這樣 話說有一次 即是朋友聚會 朋友又帶了一些朋友來 聽到他們那班人 就在說學神打 多厲害多厲害 多神奇多神奇 又說可以轉運 又說可以互生 又說到毀形毀星 這個師姐就聽到 咦? 這麼有趣? 喂? 先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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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然後這班朋友的朋友 就繼續一起在這裡 聊這個話題 聽完之後 師姐就覺得很有興趣 答應了對方 跟他們上去 他們那個地方 去找他們的師傅 OK? 上到去 就看到沒有什麼特別的 不是一些不像烏里馬茶的地方 那 即是像正頭正老 好了 去到 但是那些朋友的朋友 跟他一起去的 就叫他 你學這個 學這個 那個師傅又說 沒問題 這些可以教 這些可以教 但是逐一收費 即你學這件事 我就收你多少錢 你學那件事 我就收你多少錢 他又笨笨笨 就真的給錢 給錢去報 好像 即興趣班 我要學 社符 一個架 就是類似的 打比喻 我要學這個 化薩 或者學 封屋 逐件 逐件 有明碼 實價的學費要收的 就是這個師傅說收的 OK 好了 跟著他真的傻奸奸 學我 但是他又真的 你知道他的性格是勤力 那些很勤力 又拼搏 那些 他真的被我學了 他可以後面做到 是座教 他是那些叫做 可以單獨去處理一些 就是簡單的事情 他懂得去寫符 他懂得去怎樣化 就是幫一些 善信 化殺 封屋這些 他全部都學懂 透過那個師傅 然後呢 也都 覺得自己 好像 他有個 無形之中 覺得自己有個力量 覺得自己 啊 我都學有小成了 好像有些了道 我都 厲害的 這樣 這樣就有少少虛榮 好了 但是如是者呢 日子一路 一路 一路過 而這個師傅 又好搞笑 有一個規矩 就是每個月 每一個徒弟 除了那些什麼 學費 之類的東西 每個月都 有一個指正金額的香油錢 要交上來 那麼呢 最初他完全是沒有 為意這件事 有什麼問題 就照 我當是孝敬佛堂 添香油 那些很正常 很正老 去到佛堂 添香油 就很正常的一件事 這樣 沒有想到那麼複雜 即是單純了少少 那麼好了 如是者一路 一路呢 一路是這樣奉獻 OK 那麼 但是呢 他又不覺得自己的運程好很多 就是反之呢 就覺得 咦 為什麼身體 自己的身體好像差了那樣呢 然後 小孩又經常病 然後 自己的工作又好像 有點 有點阻滯 有很多不如意的事 令到他工作很不開心 然後 在這堆事情發生 同時 老公突然間 在工作很多年 餐廳又倒閉 他又失業了 那死了 怎麼辦呢 經濟來源 開始就 嘩 自己本身的 收入來源 那條水喉又窄了很多 但是呢 這個師傅呢 也都沒有 知道那個徒弟 也都沒有去 因為這樣 你要給少些香油錢 共渡時間 沒有 一樣一定要是這樣 但是呢 這個師姐呢 又向他居 當下呢 他又繼續去 為了維持生活 也都要繼續去幫那個 所謂的佛堂的地方 連層樓都按了 然後呢 就繼續去維持那個生活 就是看一下 那你也要吃飯的嘛 對不對 然後呢 誰知道連他自己都失業 即我到層樓之後 自己都失業 到最後呢 其實是搞到呢 即是他自己又有病 然後那個老公又很長時間 找不到工作 到最後呢 是沒有了一層樓 一層樓都沒有了 但是這一班 所謂的師傅呢 在這個情況下呢 其實又沒有說 什麼特別要安慰他 或者幫助他 沒有 即是覺得他沒有 你交不到香油錢 那就開始對他 就不理不睬 那他就覺得很不開心 哎呀 我畢竟都 哎呀都是我對不起 還是怎樣呢 就是哎呀 心不舒服 但是呢 到了個人靜了下來之後呢 回想起 因為他跟他哥聊天 親生哥哥 跟哥聊天 哥哥就在那裡罵他 你是不是被人騙啊 怎樣怎樣怎樣 然後呢 就回想起一些 以往的一些細節 他才叮咚 咦 又好像有點怪怪的 有些位置 自己為什麼當時沒有為意的呢 這樣 那 就是會不會真的被人騙呢 這樣 但是他都不肯定 好了 那跟著呢 哥哥就說 我都認識過師傅的 這個就是正頭正老的 我帶你過去見一下 看看有沒有有些什麼搞 這樣 你現在整天黑仔大 這樣 運氣又不好 連層樓都沒有了 回那個佛堂 回到層樓都沒有了 你真是 哎呀蠢得吃豬這樣 那好吧 那 哥哥就帶了這個師姐去 找我們師傅 那這個師傅 一看到這個師姐 就已經問他 就說 你練習的嗎 這樣 那他就 覺得自己厲害 那師傅 對啊 我會請神的 怎樣怎樣 就是諸如此類 然後我們的師傅 看到他之後就笑了一笑 請神 請鬼而已 然後師姐馬上呆一呆 什麼是請鬼啊 然後師傅就慢慢把整件事 講解給他聽 他才知道 意識到原來 他一直學那些所謂的請神 所謂的神打 其實是請靈體上身 一直幫他的不是神靈 而是靈體 明白我說什麼 他以為他自己請神 但其實原來他是請鬼 那所以 而這個師傅 那個 就是前面 那個叫A師傅 A師傅 甚至乎 是 即他請鬼幫這個師姐 甚至乎自己再把另外一個靈體 再放在這個師姐的身上 跟緊他 從而拿他的運數 所以這個師姐才可以 才會這樣頭頭碰著黑 搞到 即是 樓都沒有了 而這個 A師傅 我想說黑心 A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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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他是操控著這個 他操控著這個 他操控著這個 他操控著這個靈體 去拿這個師姐一家人的運數 OK 而這個師姐 沒有唯一之餘 還要繼續去請其他神 所謂的請神 去幫他去所謂能夠勁道做助教 可以獨自處理的那些事情 那這些你是不是 你請了那個靈體幫你 你是不是又要還 即是雙重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即他要還給那個 幫他做這些事情的靈體之餘 還要還 就是這個 A師傅 還在那裏 一路拿著他的運氣 拿著他的運數 那所以他就是 雙重損耗 所以他損耗得很快 那而 他聽完這個 我們師傅說 這個 這個過程之後 那他就 害怕了 那怎麼辦啊 那 我們要怎樣處理啊 我不知道 我一直以來 是這樣請靈體的 那現在我們可以怎樣啊 因為我其實真的 師傅 我真的 我上次看醫生 我醫生說 我裡面 即這些位 有個樓在裡面 有五元 那麽大 他未知我良性 或惡性 我好怕我自己有事 我小孩還小 我要怎樣處理啊 那師傅就說 嗯 首先一件事 我一定要上去看 去你家裡看看 因為 不知道你上面 什麼環境啊 那所以 要 要上去你家裡看看 那大家呢 就約了個時間 就上了這個師姐的家 跟著這個師姐的家 這個師姐的家 如這個 我們師傅的 所想 就是無染雞籠 那所謂的 神壇 他們自己也有些神壇 或者成的那些東西 所謂的東西 全部 都不是真的請神的 那所以呢 師傅第一時間 就請走他們那些所謂的神壇 跟著整班在裡面的街坊 熱鬧到不得了的 那師傅也都一走 一抽就捉走了 也都同時間幫他清了這間屋 封了它 然後 然後 師姐還說 封屋我都認識的 但是不是這樣的 我那時候師傅教我 不是這樣的 然後 我們的師傅就沒有好氣了 哈哈 就是你 你認識你自己來 這樣 如果你認識的 你的房子就不會沒有染雞籠 這樣 那 這個師傅立刻不出聲 真的不好意思啊師傅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整你整你整你搞你搞 那好啦 封完屋之後 但是 對家師傅 A師傅 擺進去這個師姐身上 那個靈體呢 也都不肯走 走不了 他鎖在那個師姐的身裏 那跟著呢 那師傅就說 那怎麼辦呢 那師傅就跟這個師姐 和師姐的先生說 就說 你們介不介意 找個地方 分地啊 就是師姐要分地 那跟著呢 就要 我們要做些事 扯那隻東西出來 那跟著呢 那師姐就躺下 那師傅 我們師傅 由頭到尾都 沒有碰到 師姐任何的 就是 身體任何部位 因為 男女有別 那師姐的老公 就一直在旁邊看著的 那跟著 就是叫 平躺 那個人 那跟著呢 那師傅呢 就說 他要掀起少少個肚 因為他要 給你看 看一下什麼事 那就掀起肚 接下來 那師傅呢 就立刻 練奏 劍子手 在腹裡 那時 師姐認住 見到自己的肚 嘀... 嘀... 然後 那老公立刻 Braun 兒了 師姐見到自己的肚 在腹裡 他就很害怕 itís什麼 好的 好吃 他這麼想衝出來 師傅呢 就立刻 就打了一個結印 就 打進肚 他的肚 然後整件就扯了出來 然後捉住 因為師傅拿個捆魔索 捆住那個靈體 捆了扯出來之後 師傅立刻就見到自己的圖沒有彈 她的老公也見到沒有 然後師傅就說 你現在把手拿來感覺一下 就叫師傅去感覺一下 師傅說 為什麼好像有些風在動 這樣 然後師傅說因為她在掙扎 然後不要再說那麼多 感覺完就放進佛袋裡 就帶回去我們佛堂 師傅這次沒有叫警察大哥上來帶走她 為什麼呢 因為在出門口之前 上去這個師姐的家之前 上天給了指示 師傅說這一隻 這一隻 你接下來會修的靈體 已經修煉至二毫的境界 修煉至二毫的境界 我想她 我寧有所用 這樣跟師傅說 你帶她回來 師傅就 根據上天指引這樣做 就帶了這個靈體 所以就回佛堂 那好吧 回到她的時候 就把這個靈體 就放在其中一個神位 就封住她 讓她不要走 那同時間呢 也都是幫她解了一些 即是師傅A 去操控她 而鎖在她身上的東西 因為其實 原來這一個 這隻 妖 她在山上修煉 無緣無故被師傅A捉鬼了 然後 就落鎖鏈 去操控她 而去 為她做些 不見得光的那些 骯髒的事情 而中間整個過程 這隻妖是不願意的 但是都沒有辦法 她受操控 她控制不了 而 到她來到的時候 來到佛堂的時候 然後 佛堂裡面 我們會 有時候會唸經 她會給她聽經 OK 當然 也解了 剛才我說的 解了那個 控制的枷鎖 然後 師傅就問 其實呢 你可以 你願不願意留下 如果你願意留下的話 就可以在這裡好好地修煉 成為我們這個佛堂裡面的 其中我護法好不好 這樣 就問這隻妖 這隻妖就是好 然後師傅就說 可以 但是你不用聽我的指示 你聽菩薩的 OK 菩薩說是 那你就跟著菩薩好好地修煉 應該要怎樣修煉就怎樣修煉 於是在一段時間之後 突然間有一天 師傅就說 菩薩上來了 就 叫什麼呢 正式宣布 正式宣布 這一隻 在我們佛堂裡修煉的 這隻妖 它可以成為我們專用的差大哥 就是要有觀跡 就是要有觀跡 就是菩薩給了一個觀跡 那它不再是一個游魂野鬼 那它也都因為它中間有好好修煉 有好好地向善 也都是真是心靜低下來 就是不會好像是以前那樣 在外面游來浪蕩啊 也都化解了它一些的業障 因為透過很多 其實都有一段時間的了 透過很多 譬如法事啊 聽經啊 那樣東西 去化解了這隻妖的業障 那接著呢 菩薩就說 你可以升官了 我給你做這個差大哥 那你呢 亦都可以奉菩薩之名 穿梭地府遇陽間 那就是有一個這樣的特權 那而呢 亦都是第一時間 如果這一間佛堂 需要你去幫忙 就是這些東西帶上帶下 帶走的意思是 就是師傅不是經常抓了些東西 要召警禮過來帶走的 就是召警禮 那你就可以幫忙 就將它們帶回到地府 那你可以自由身地上 出出入入這樣 那就是 這件事對於這個 那隻妖來講 其實現在它已經是我們佛堂的護法 佛堂的差大哥 那就是 我覺得是 誤打誤撞錯有錯著 這個也是這隻妖的機緣 我覺得 而經歷過這件事之後呢 這個師姐呢 其實呢 他事後就 在我們佛堂做了歸醫 做了我們師姐 那現在也是 整天都會 抽很多時間 就是一有時間 那他就會上去佛堂那裏 譬如我們有些什麼法事啊 或者要誦經的那些事啊 那他都會來的 那他都會 如果有時間 他一定會到 來到佛堂做義工 那日子呢 也都慢慢地過得好 一路好了 那而之前不是說過 他有個五元 那麼大的樓呢 那也都驗到是 沒事了 糧性的 那也都沒有了 OK 就是事後做好所有手術啊 或者其他都沒有了 那而 而 到最後呢 他們 一家本身是有層樓的嘛 小康的嘛 那 沒有了 那時間很多年之後呢 突然間呢 有一天呢 那 上天就告訴師傅 就說 喂 這個 師姐呢 他就是 因為這麼多年以來 他都一路行善 一路去 向善去幫人 所以呢 他說他應該有些複雜道啦 這樣 跟師傅說 那師傅就 嗯?複雜道啦 是不是可以上樓 還是怎樣 這樣 然後呢 就告訴這個師姐 喂 菩薩說你家屋呢 向海的 這樣 這樣 然後呢 那師姐就很開心 真的嗎 那真的 到他 之後 去收樓的時候 那間樓 真是海景 背山靠海 就是 那個 風水非常之好 而 日子 他們也都過得越來越好 那這件事呢 就這樣就完了 那 聽完這件事之後 你說恐不恐怖呢 我又覺得 一點都不恐怖 恐怖的是人心 真是防不勝防 怎麼會想到 有一些人 會去拿一些 不屬於自己的東西 而利用一些靈體去操控去拿呢 就是 這些怎麼防呢 是不是 當然也都跟師姐以前練少無知的事 那現在大家應該要提高自己的 叫做 危機意識 那 就是 大家自己要去分 分清楚 或者是自己去明辨一些東西 這個也是 各個人有各個人不同的緣 但也都 這個很重要 真的要提升自己的危機意識 OK 而呢 也都在這裡公開 去回答一個 大家都 有好幾多人問的一個問題 就是問師傅會不會收徒弟 可不可以做徒弟 搞回一朝半夕 那首先呢 我統一回答大家 那師傅是沒有正式收入室弟子的 即是沒有入室的徒弟的 而我們所有人都是由善信開始做的 那一段時間之後 你覺得你自己合適了 你想了 那你就要去 想歸醫做一個弟子的時候 你就要去摘聖杯 那在佛堂上摘聖杯 而上天決定 你做還是不做 或者這一刻對不對 緣份到了沒有 如果是 對了這一刻 對了 那這個 法號就會立刻給你 上天給你的 不是師傅給的 OK 那如果你說我摘不到聖杯 那怎麼辦 下次再來 緣份未到 就是這麼簡單 那當你做了這個歸醫弟子 會不會說很多義務和責任 不會 隨心 這些是看自己個人的 那不一定說好像 就是 之前那些師姐 整天都要來 或者是整天都做義工 殺花很多時間 其實這個好看個人的 你有時間你就來 你想做你就做 不是說一個 這麼多框框條條的一件事 即是大家又不好想到這樣 而 而 都要看你和師傅的緣份 那這個也不是我三言兩語可以解釋到的事 那這個就是 今集要告訴大家的一個師傅的話 哈哈 師傅的話叫我告訴大家 當然 謝謝大家 一直以來支持 米不信邪 希望 接下來我們的 訂閱 人數會繼續 折折上升 希望 更多人聽得到 向善的重要性 最重要 米不信邪 我們下集見 拜拜